你为什么说我不清白 你看见了吗 说的有鼻子有眼的 你家是造清白 可惜九族就要没有了 宫女尚未终于当上了太孙妃 就被好妹妹怀疑失去了清白 后宫之中行差踏错 就会死无葬身之地 胡善祥就算是在喜欢这个妹妹 也断不能再留了 我没有啊 我没有说 不知道是谁诬陷我的 看着胡善祥笃定的目光 心眉慌忙解释 自己是喝醉了酒壶说的 希望对方能看在是姐妹的份上 饶自己一命 我不就是个哑巴 我长耳朵来就是为了听你的话 看把你吓的 我跟你闹着玩呢 胡善祥说完就将手放在了酒壶之上 亲自为心眉倒了一杯酒 以为自己保住了小命 心眉急忙一饮而尽 殊不知从她说闲话的那一刻开始 就注定不能在后宫长久生存 果然不到片刻 心眉捂住胸口痛苦地倒在了地上 早就警告过你 千万别咱俩的交情不到头 你的命就到头了 看 都被我说中了吧 深夜胡善祥坐在镜前卸下首饰 夏淼就听见宫女来抱 承汉王相邀 这让她心中一惊 等来到杂物房 胡善祥转了一圈都不见人意 顿时害怕起来 转身就想从后门赶紧离开 你怕什么 我帮你选妃的事情 有没有做到 有 一提到此事 胡善祥就忍不住全身颤抖 原来她为了当上太孙妃 竟在选秀女之前就伪身于了汉王 被人捏住了把柄 胡善祥又恨又怕 汉王也此刻提醒对方 他已收买了东宫的人当作信使 若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就立刻给自己报个信 胡善祥文言慌乱地答应下来 他知道自己没有谈条件的资格 不敢多说一句就想离开这里 也许将来有一天我还得跪在地上 叫你一声皇后 此刻两个有野心的人 彻底达成了合作 时隔半年 大明正式迁都到了北京 皇上也正式册封了太孙 这样一来 就证明太子的地位更加的巩固了 而皇上也准备乘胜追击 择日就准备带着太孙攻打外地 东宫之中 太子妃带着两个儿媳一起玩乐 胡善祥为了讨好太子妃 趁着端茶的间隙故意换了好牌 使得太子妃没把都赢 反观孙若微有些木讷 知道自己容不进去 孙若微干脆借口有事离开了 这时太子妃突然提醒胡善祥 有人向自己告状 她的姑姑胡善姨近期有些反常 让胡善祥去处理一下 将来啊 你就是太子妃了 如果里里外外没有一个帮手 还真不成 也是帮你自己办事 知道太子妃在培养自己 胡善祥心领神会 但她并没有直接去质问姑姑 而是向告状的宫女打听了一番 这才得知自己的姑姑白天睡觉 有时候还会随便打人不讲了 这让胡善祥察觉出了不对 一问才知道 尚姨虽然苛刻 但并未耽误过一件事 这些话洒洒灰 迷迷外人的眼还可以 岂能瞒得住我 胡善祥逮住宫女一顿臭骂 知道是他们欺负尚姨年老 要和起火拉她下台 才会故意在太子妃面前说嘴 惹到了胡善祥 宫女算是踢到了铁板 这边胡善祥来到了寝宫看望姑姑 等小心翼翼地拿掉手中的酒姑 尚姨也在迷糊之中醒了过来 她还以为自己梦到了胡善祥 自顾自地说起了胡话 这让胡善祥满眼含泪 她是真的当尚姨是自己的母亲 发誓绝不会再让别人欺负了她 时间一转过了一年 自从皇上出去打仗 国事全部都由太子经手 奈何很快就传来了不好的消息 由于关外的几个部落联合起来 导致军队错过了最佳的决战时间 连续一个月的大雨 使得军队就连撤退都做不到 更别说及时把军需送往前线了 看着前线传来的军报 太子气急攻心吐出一口鲜血 吓得大臣们赶紧扶住太子 经过太医的诊治 太子的情况很是不好 为了不让前线分心 也不让其他王爷有谋反的心思 众人商议后决定隐瞒病情 可太子的身体实在是到了极限 兵部也只能搬到了东宫来办公 为了防止消息泄露 太子只好叫来孙若微代笔处理政务 孙若微文言急忙答应 这时太子妃前来抱怨 说最近两位王妃天天来的勤快 张口闭口就要打听前线的状况 一旁的孙若微当即提醒 现在太子的健康状况关乎国运 若是被其他人知道 那定会引发内乱 我一倒下 老二老三的野心就会起来了 现在正是大壮的关口 你们要是传出去一点风声 这国家就乱了 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两人纷纷重视起来 果然次日一早 两位王妃又来找太子妃打探消息 他们是真的羡慕太子妃 如今整个兵部都搬到了东宫 这里就是个小朝廷 一旁的胡善祥健壮 赶忙为太子妃党话 称东宫的规矩就是不顾问政事 这让汉王妃面色不快 斥责起了胡善祥 就别为难这些小辈了 你们说吧 想知道什么 要不我到前面去把太子爷请过来 给你们俩细细说 汉王妃闻言不敢再接话 立刻借口有事要离开 还拉着胡善祥套进湖 实际却在出门的时候 让胡善祥晚上到汉王府来 汉王进宫的时候不是说过 到了要用力的时候 你不许推动 有把柄在别人手上 胡善祥只能妥协 等到了自己的地盘 汉王妃也不再藏着掖着 想知道太子的真实情况 胡善祥本想说些客套话 蒙混过去 但汉王妃却丝毫不相信 不停地逼问着 看到对方坦然地要离开 汉王妃再也忍不住了 皇上快不行了 你得给自己留条后颅 等回到了东宫 太子妃便叫来了两位儿媳 称太子已经是游进灯窟 太医也只能想办法调着性命 他一个富道人家 实在不知该如何是好 若是此刻将太孙叫回来 会不会乱了大局 我是说万一 皇上的身体也不好呢 这个时候 太孙就应该尽快回来 皇上真有不测 太孙可以在北京早早继位 此话一出震惊全场 后宫嫔妃和内侍不得干政 太子妃当即斥责胡善祥的 胆大妄为 如果让外人听到 那他们一家都会死于非命 这让胡善祥下的跪地求饶 他只是分析形势吧 孙若薇却觉得此话有道理 若是皇上真有不测 那赵王和汉王定会谋反 只有让太孙回来才能稳住局面 这让太子妃没了主意 深夜胡善祥来到孙若薇的房间 不禁询问若是真的天下大乱 那他们该如何自处 我和太孙的长药在先 太子也待我也不跑 我不想到 我也不会到 有了确定的答案 胡善祥回到宫中 就让贴身宫女将一封信转交给汉王妃 还切记不能被任何人发现 不仅如此 她还让宫女将一块石墨盘亲自背过去 是我背不动啊 这件事情非你不可 你不刚才还说干脑投地吗 背个这个东西怕什么 胡善祥说完就让她赶快背上 并嘱咐中途绝不能放下 等宫女来到汉王府 早就是筋疲力尽了 这让汉王妃十分疑惑 等看了信封才知道胡善祥的意图 谁让怎么说 让你把墨盘再背回去 行了 你也别回去了 她已经知道你是我的人了 汉王妃说完就让侍卫关门 很明显是不打算顾及宫女的死活了 看来胡善祥也决定搏一把 彻底站在太孙的这边 牛善祥跟你说完